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读本好书》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本期节目我们接着来读东北 上期节目我们是跟随历史文化学者的脚步 探访了东北城市长春 长春是电视剧《人世间》的取景地 本期节目我们要读的这本书 《梁小生说东北》 作者梁小生正是电视剧《人世间》原著小说的作者 梁小生他与共和国同龄 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在北大荒度过了七年的知青岁月 他对黑土地有着浓浓的故土情怀 他的许多创作也以此为灵感 并且曾经获得过《毛洞文学奖》 这部散文集《梁小生说东北》 勾勒了他自己最真实的东北生活 如果您也曾因为《人世间》里的故事潸然泪下 那么做好准备 接下来这本书里那些更加真实质朴的东北往事 一定能够触及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梁小生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工人 在梁小生六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庭 然后到西北去参加建设 所以他们是聚少离多 父亲作为体力劳动者 低微的工资 养活着梁小生和弟弟妹妹们长大 小胡同 大杂院 破住房 整日被穷困鞭挞的愁为不展的母亲 窝窝头 野菜粥 补丁连补丁的衣服 露出脚趾头的鞋子 这一切成为了梁小生少年时期 对于物质生活的基础记忆 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 其实是谈不上什么精神生活的 他的渴望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书 他写道 渴望有一个像样的铅笔盒 里面有几只新买的铅笔 和一只书写流利的钢笔 渴望有一个像样的书包 渴望在过对日时 穿一身像样的队服 渴望某一天一觉醒来 睁开眼睛 惊喜地发现 家住的破败的小泥土房 变成了起码像种样子的房子 也就是起码门是门 窗是窗 棚顶是棚顶 四壁是四壁 而在某一鱼 摆着一张小小的旧桌子 并且它是属于我的 我可以完全占据它 写作业 学习 如果这些渴望 可以算是属于精神的 那么 就是了 的确在如此有限的物质条件下 很难有什么正经的精神生活 但是 在东北这片土地上 发生的所有的事 还有那些人 他们其实构成了梁小生的记忆 成为了他后来书写的宝库 我们再来读一段关于房子中墙壁所引发的故事 我们的家终于有了四面算得上墙的墙 那一年我小学五年级 从那一年起我开始学着刷墙 刷墙啊 多么幸福多么快乐的事啊 那年代 石灰是稀有之物 为了刷一遍墙 我常常预先满城市寻找 看哪儿在施工 如果发现了哪儿堆放着石灰 半夜去偷一盆 有时在冬天端着走很远的路 偷回来时 双手都冻僵了 您看 贫困的生活 让少年学会了承担责任 没过多久 他甚至成为了经验丰富的 小小粉刷酱 而同样是这份责任感 又差点毁掉了他的一生 书中写到了另外一件事 小学的时候 他的学校有一个校办工厂 从民间收集橘皮 烘干了碾成粉 送到药厂去 所得加工费 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呢 轮到梁小生去做义务劳动 干活的师傅告诉他呀 橘皮对平喘 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梁小生呢 就暗暗记在了心里 因为他的母亲 有支气管炎 却舍不得花钱买药 看着母亲 强忍难受的样子 他感到非常心疼 于是 一个念头 冒了出来 当天 我往兜里 偷偷揣了几片柑橘皮 以后啊 每次义务劳动 我都往兜里 偷偷揣几片柑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 柑橘皮泡的水 剧烈喘息的时候 分明地减少了 起码我觉得是那样 我内心里的高兴 真是没法形容 母亲自然问过我 从哪儿弄的柑橘皮啊 我撒谎 骗母亲 说是校办工厂的 师父送给的 母亲就抚摸着我的头 用微笑表达 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 所感受到的那一份欣慰 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 普遍的 最由衷的 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要知道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啊 哪怕小到一块橡皮 半截铅笔 只要一旦和偷这个字连起来 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 从此无法刷洗掉的耻辱 也足以使一个孩子 可以永远没有自尊可言 书中写到 在学校的操场上 我被迫当众承认 自己偷了几次橘皮 当众承认自己是个贼 当众 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 我在班级里 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 而是一个贼 于是我在学校里 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 而仅仅是 无可争议的 是一个贼 一个小偷了 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 我不敢对母亲讲 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 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少年的一生都可能被毁掉啊 这将是匮乏的物质生活 酿成的悲剧 而幸运的是 当时梁小生的老师 觉察出了他的异常处境 并问出了真相 书中写道 第二天 他在上课之前说 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 就是梁绍生当年的本名 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和橘皮的事 他不是小偷 不是贼 是我嘱咐他 在义务劳动时 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橘皮 老师需要橘皮 掺进别的中药治病 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 是贼 那么也是把老师看成是小偷 是贼吧 这位善良的老师 用自己的名誉 维护了少年的尊严 这件事啊 让梁小生终身铭记 之后的日子 他也曾经面对成人世界的种种险恶 可是这份来自家乡的善意 来自老师的善意 让他永远地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 像老师那样的好人 确实是存在的 所以梁小生在书中写道 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读过梁小生作品的人 或许和我有一样的感想 那就是真诚热爱 或许真诚热爱 正是这位作家从黑土地里长成的秘方 作家用真诚热爱的眼睛去看待生活 而生活也不吝赐教 给予了作家无穷的灵感 生活与文学就是这样密不可分 而越是来自于生活的文学和文字 越能走进我们的心中 也许这就是梁小生关于东北的文字 如此打动人的原因吧 好的 感谢分享 明天再会